芬兰总理桑纳·马林4月13日表示 芬兰将在未来几周内 就是否申请加入由30个成员国组成的北约联盟做出决定 称芬兰必须为俄罗斯的各种行动做好准备 马林在与瑞典首相安德森一起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如果两国在未来按照类似的时间表采取类似的安全选择 那将是一件好事 芬兰和北欧国家以及邻国瑞典是北约的密切合作伙伴 但都回避加入这个由30个成员组成的联盟 该联盟于1949年成立 旨在对抗冷战期间的苏联 马林表示 芬兰议会正在评估来自俄罗斯的各种威胁 风险 超级威胁 网络攻击 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各种影响 并补充说 恐惧不应该影响芬兰做出的选择 芬兰政府周三发布的一份白皮书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已经深刻改变了芬兰的安全环境 我们想进行到的资料 当然有很多类型的危险 也有很多危险 也有很多危险 当我们想到什么选择我们必须得起来 当然有很多危险 我们必须要预备 全类的行动 从俄罗斯上 其实当我们提供到法院的法院 我们也讨论这些危险 危险暴发 change 还有非常的危险 从俄罗斯的旁边 我们准备准备了不同种意义 从俄罗斯的角度 但是我们也认为我们必须做自己的选择 而不是我们必须有恐怖影响我们的选择